每个电动汽车车主都希望自己的电车能够多开几年,电池少一点衰减 以后卖二手车的时候,续航至少不会太难看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你的哪些开车习惯会对你电池电池有害呢? 首先是激烈的驾驶习惯 开过电车的朋友应该都体会到,电车起步快,一步流神就超速了 同样,因为动能回收的作用,松开电门的时候非常明显的刹车感 让电车司机很容易就开出了赛车的感觉 其实,电车的电池在极加速和高动能回收的过程中都在大负荷充放电 给电池热管理系统带来一定的负担 速度大于90公里每小时之后,电机的能量转换效率下降,让电池处于大功率放电状态 所以长期高速开快车同样也会修短电池寿命 我们大多数人开车还是以安全为主,偶尔追求下次机也并不是不可 所以只要不经常激烈驾驶,其实可以忽略对电池的影响 其次就是充电习惯 每个人每天开车时间都不一样,对电车充电的时间也就不同 有些人白天上班后充电 晚上回家停路边 有些人晚上回家后就插上充电,早上出门再断开 还有些人没有固定充电桩,经常是随机的快充或者慢充 目前电车电池不管是三元里还是零三铁里电池,都不能经常快充 快充的高温大电流让电池单元产生了不可逆的损坏,会加速电池的衰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电池保修条例中经常会有营运车不能保修的案例 营运车为了节约充电时间,经常去快充站充电 导致电池损耗极快,往往开不到保修期限就要报废电池了 作为私家车,偶尔长途旅行过程中去快充站充一次,其实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比较好的充电习惯就是到家后插上插头充电 如果是三元里电池就设置好上限,因为三元里电池满电也是会伤电池的 所以设置上限最好是90% 磷酸铁里电池的电车可以不设上限 插着插头的情况下让电池管理系统去平衡白天使用造成的电压差,也叫做均衡管理 想要保养电池,能慢充就用慢充 长期快充车主,每月也最好慢充充满一次 爱好暴力驾驶的车主,每月至少慢充充满两次,这样可使电池电池延长衰减 如果长期不用电车的话,最好将车慢充充满做一次均衡,然后放电至一半再长时间停放 如果超过一个月都不用电车,最好停放一个月的时候请人帮忙再重复上述步骤充满再放一半的操作 电车停放会慢慢走电,如果长期处于0%亏电状态,电车的电池可能就要报废了 第三个糟糕的习惯就是对用电安全的忽视随意使用插座转化器 许多车主并未找电工专门安装做充,而是选用插座充电器直接插在墙上充电 在部分国家,随车的插座充电器是大电流规格的,也就是必须要专用插座去插汽车充电器 而恰好车库又没有大电流插座,于是只好上网购买这种插座转化器去临时解决一下 其实这里是有风险的,人为的提高了插座的用电电流,会增加插座过载的风险,严重的会引发火灾 所以,如果需要用10A的插座转接16A的充电器,务必将充电电流设置限制 如果没有设置限制的功能,最好还是别去碰运气了,去找16A的接口吧 而选择加装充电座的车主,也需要请专业的电工师傅安装,私自接线是有风险的 第四个糟糕的习惯是,不去看保修条款,或者保修附加文件 每个电车厂家为了增加自己车子的竞争优势,会将保修年限和保修功力作为广告,大力的宣传 可是,保修是需要满足种种要求才能享有的,大多数汽车销售是不会提及的 所以我们电车用户自己需要掌握好电车以及三电系统的一些保修限制 每个国家因为市场环境和政策不一样,所以同样的品牌保修的条款可能会不一样 同一品牌下不同款不同年限的车,保修也会有区别 这里罗列了一些常见的保修条件,满足这些条件 你的爱车或者汽车电池才能享有厂家质量保修 首先,如果车辆发生买卖,也就是不是第一任车主,就有可能会得不到保修 或者保修会缩水 所以要买二手电车的朋友,务必关注下本地的保修政策 其次,汽车改装,尤其是电路改装后,汽车不能保修 甚至汽车保养不是厂家授权店的话,也会影响质保 虽然规定说是必须全部原厂维修换件,原厂保养 但是要知道车企的售后是盈利部门,他们也都是做一单拿一单钱 只要不是安装廉价劣质产品和山寨作坊安装技术影响了原车线路 售后的实际操作可能不会那么严格 所以,很多人说,自己换了点配件会影响质保吗? 厂家客服一定会说不行 但是维修师傅是没有时间给你教验这么仔细 仔细到每个灯泡或者雨刷器都拆下来看是不是原厂的 但是话说回来,选择第三方配件 中间的利弊需要自己去衡量,风险也要自己去承担 另外,保修条款里会提到电池的正常衰减 电池容量随着使用是会自然衰减的 厂家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属于正常衰减,是不能索赔更换的 特斯拉保修期内电量保持不低于70%为正常衰减 也就是保修期内电池续航残值达到出厂状态的70%以上 就不能要求更换或者维修,其他品牌大多也是这样的标准 总结,电车越新,其电池的各项技术越成熟 特斯拉的4680电池以及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都是长期技术积累的产物 磷酸铁里电池安全,但怕冷,三元里电池性能高,却不稳定 两者各自占据着电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很难定义谁能笑到最后 我们在享受电车带给我们不同于燃油车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爱车 记得别总是激烈驾驶,别过充也别亏电 注意充电器的使用安全,以及熟悉自己电车的保修条件 很多人说,花这么多心思去伺候电车,不如买油车省心了 最近高涨的油价,以及排队加油的经历会提醒你 电车给你的是不一样的快乐 我们要积极地去接受这个并不完美的新事物 它还在成长,但终将成为我们可见的未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你对车的养护有什么妙招呢? 欢迎留言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